先生 我觉得你应该先把你说的第一个事情做了 就是在现场跟邓女士道歉 不管后面发展怎么样 你真的是应该做一个道歉 因为你的确是编了很多的谎话 是 你看着邓女士 你真诚地跟他道个歉 我不相信他的道歉 我不接受 你离用远点 你听我跟你说 先生 你听我说 你道歉 不要过去 你就坐在这儿 当李先生走进邓女士时 邓女士本能的反应 扭头 转身 离开 推走等一系列动作 都说明了他对面前这个男人的抗拒 现场因此一度陷入了僵局 鉴于此 我们的专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道歉了 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接受 并不是说他道歉了 就意味着你重新接纳他 那是两个概念 当然这个欠呢 因为他做了那么多的错事 他一定要道歉 他不仅是给你道歉 而是给天下所有的曾经被骗子骗过的人道歉 给所有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老百姓在道歉 好吗 所以这个道歉你要接受 您喜欢邓女士 你想希望他接受你 这个两个人的爱情呢 是一定是双方的 你现在想跟他好 但是人家想不想跟你好 那是人家的事 我知道 你要救你这些错误给人家道歉 我知道 你就真诚地跟他说 我之前做的那些错事 我真的错了 请你原谅我 如果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 哥哥你们看到了 也请你们原谅我 这是你必须要表的一个态度 对 我知道 那好 那你就请你还是站在这个原地吧 你就站在你的原地来做这件事情 我以前做的好些事情 伤害了你 这是我的不对 我今天真诚地向你道歉 我可以理解 爸 妈 哥嫂 我知道我做错了 也希望你们能原谅我 我想用我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让你们看看 我也不是一个孬主 以后我会自强起来的 希望你们能给我一个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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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